《中文貴公民學論壇》 今天最後一個場次 公民爭取好空氣 台灣空污距離挑戰與公民參與 今天的雨潭則有 環保署空保處蔡宏德處長 以及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莊秉潔教授 防禁感測器網路系統發起人徐武龍先生 地球公民基金會王命令副執行長 最後也會請Professor Ortinger Reyn 以及Professor Grant Ortinger 回應 今天將由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陸文林教授主持 現在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好 好 各位 非常謝謝各位 今天一整天的活動 然後留到最後 那我想這也顯示就是說 其實大家對於這一場 其實具有這個非常前瞻性的這樣的一個講座 那以及到最後我們今天 這個Session其實是要討論 就是台灣的公民如何爭取好空氣 然後台灣的空污治理挑戰跟公民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論壇 那我們今天其實請到的這個講者 其實都是在就是在公民正確好空氣裡面 其實真正就是說進行這個 不管是在學院裡面 或者說是在這個空物監測器的實作 或者說是在這個團體 公民團體裡面的一個倡議 以及在環保書裡面 在我們的公務門裡面的這樣的一個努力 好的一個 就是說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希望能把台灣的這個空氣品質變好 那我們之後呢 這個Session裡面因為有四位的講者 我們每位講者 請他們就是提供這個十五分鐘的這個短講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真的也很高興 邀請到兩位遠道而來的這個位置 早上跟這個下午都給我們一個 就是說其實是提供他們的這個 比如經驗跟這個飾演 那也希望他們最後的這個提供一些雨潭 然後來針對台灣的這個情形 其實也提供一些他的一個思考 那所以也希望說這樣子的這個論壇進行之後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能讓各位其實也可以就是說 提供一些討論跟參與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第一位先請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的莊秉潔教授 好來那個來演講 那他要講的其實是針對就是這個環境的模擬 好跟PM2.5這個之間去瞭解這個 我們目前的這個汙染來源到底是來自哪裡 好我們歡迎他 謝謝這個老師 其實大家如果手上有一些平板 或者智慧電腦 智慧手機其實可以上這個網站 pf25.collect.org.tw 那這個系統就是 可能也許就跟大家一起上個網 反正今天就有點像一個Tour Guide 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這幾年我們試驗室發展的這個系統 好 所以大家上這系統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5月26號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選擇 你有興趣的日期 那這5月26號是昨天 就是我們就是說 昨天我們當A019 就是說 在昨天的時候有一個分析廠 就是這些所用的氣象資料 大概都是一些觀測的氣象資料 那再加兩美國的NSAF 就是美國氣象局的一些模式的資料 然後混合雜在一起 那用的排放量比較老舊 大概是2020年的排放量 所以這就可以分析說 那在昨天的話 我們叫A0 那就是說我們的觀測值 那一塊是26.7 模式有點高估 大概32.9 那在觀測值裡面 我們發現我們工產佔 佔59% 然後交通員佔31% 然後一山園佔32% 境外佔0%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法把它顯現出來 那在這邊其實 如果大家再把它 zooming進去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說 比如說 跌歸新地圖 大家可以看稍微清楚一點點 就變成說在昨天這一天 那我剛剛是摩擬是 抖右這個站 那昨天應該是 主要應該是北風為主 所以我們發現 最北從邪惡電廠 它貢獻到 或者造成抖右站 大概1.02維克的片2.5 再過來可以看到 這個中油的練油場 綠色的也佔了一點分量 那把它放大以後 沿路上 那沿著路上這邊 你可以看到有些 好像跟高速公路 或者是城市把它重疊的部分 那這很大一部分就是 環保署目前 認為柴油車 是最首要管制的對象 這些大陸的交通員 這些藍色大陸交通員 部分的一山園 那大陸上如果交通員的話 大概都是柴油車 所以可以看到 你知道柴油車最多的話 應該是在 從基隆港 台北這個 國道1號上 蠻多的柴油車在分泡的 對 所以 那部分的交通員 在台北市這裡看到 那但是一些大工廠 大概都會比較容易顯現 就是剛剛說 劉烈運廠 那這個沒有顯現的數字 是因為 在我那邊只有標榜 全台灣前二十大 再加上中部一些 對 然後 那這個其實是那個 大坦發電廠 那在2010的時候 它排放的還沒有很大 所以我那時候 並沒有把它列出來 全台灣前二十大陣 對 那 那沿路上去下來的話 那當然可以看到 這裡有些高質 這個地方就是在 新竹 不是 湖口 應該湖口工業區這一帶 然後叫竹北 所以有些工業區你看 那陽梅這些工業區 濃度就會特別特別的高 那一直到達香山 那這應該是在 苗栗這邊的工業區 那下來到竹南這個工業區 那一直下來的話 那大體上大概是 工業區啦 或者是這些道路 那主要應該是一些 陽城剛剛說 踩油車 特別的嚴重 那越來越靠到 譬如說 到達台中市 或者是 你剛才到台中市的時候 你看到豐原這個 豐新鋼鐵啦 陣容紙廠啦 或者是全世界 第一大的藍煤電廠 台中電廠 紅色 代表那一天它貢獻 滿多到 1.8維克 每個地方 那我們知道 我們年均值標準才15而已 所以1.8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將近 年均值的10%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分量 那中農鋼也不少 0.6 那另外還很重要的是 大家其實 這台中市一直 可能都會很注意到 台中電廠中農 那環保所非常注意到 是海油車 那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工業區 這些工業區 這是台中工業區 那對於剛剛講的是 狗六站的影響 工業區這邊其實 影響一直很大 深港這邊的工業區 那這個是官吊的台化廠 台化廠我們的模擬 昨天的話 對這個 抖六站 如果它還存在的話 會貢獻0.5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分量 如果年均值標準15 0.5的話也大概是5% 所以其實這些工廠 它就是說 當它改用天然氣 或者是官場 對空氣品質 就一點一點的改善 那我記得說 抖六好像像 那個嘉義相對去年 去年跟去年底 加了兩維克的地方 好像台灣全台降最多的地方 其實就是像一點一點慢慢降 那才會整個降下來 對所以就變成 你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抖六這個地方 對你看全世界到 協和電廠都有影響 那一直往下拉的話 國道地上當所的這些 高速公路上的裁營車啦 那最後六七影響 這邊看起來很大 那主要是風向的關係 但是也不小 0.8了 大概是所有這邊 污染的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紅色是台東電廠 那橘色是0.8是六七 所以昨天來看的話 六七的影響是第二大的 那第一大是台東電廠 那到達 到達這邊的時候 OK 那到這邊再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因為這是雲林縣 Initiate這個計畫的 所以我們把雲林縣的 污染做多一點點 所以雲林縣的抖六供應區 這邊大概加起來 大概二三十家工廠 那我們也把它 特別來分析一下 就整個工廠的標誌 這些數字出來 那就是抖六站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無理系統 現在雲林縣 它也算滿open 它把這邊開放 給大家來使用 那當然雲林縣 其實只有支持這邊 環保署這七十幾個側站 那它只有支持四個側站 不過 那因為 國網的一個大力協助 所以我們用它很多的電腦資源 那程式寫好之後 就全台灣去跑 所以大家再 都可以來看這個資料 那另外你可以看這個F1 這是預報 昨天預報今天的情況 好 那現在有些觀測資料 所以你漸漸看起來 大家的模擬跟預報 好 看起來我們模擬值是18 觀測值目前是 直到現在累積平均大概是38 所以看起來我們 我們有一點的低估 有一點的低估 不過大體上 因為風向如果對的話 你看主要污染源 還是沒有什麼兩樣 就從喜惡電廠 那重油煉油廠 這些 台中電廠 大概有這些 那這是預報明天的情況 那明天看起來 模式可能比較 可能是下雨吧 不是很清楚 因為下雨 所以這時候明天的影響 只有當地的影響 那這後天的影響 那後天可能吹南風了 所以這時候除了六七以外 那這時候可以看到 在這邊應該是 新大的電廠 對,都有在影響 所以其實台灣的片段 有這個模擬系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每天的風向都會改變 然後會不會下雨等等 都會影響這個結果 那另外大家也可以 稍微看一下 譬如說這邊敲一下 中間這個 用個新分頁碼表達出來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會稍微顯現一下 這邊慢 希望 那這裡有抖六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的 模擬跟預報的一些教 那 那這是昨天的 昨天的模擬 還有預報 那這是過去七天的 模擬跟觀測 那這個 這個紅色這一條線 就是觀測資料 那很多柱狀蠱蝶 疊在一起 各個污染源的一些 模擬情況 所以其實模擬還是有些誤差 有點高估 有時候低估 不過大體上那一種 大趨勢其實是 有抓到 從這個大體上有抓到 那名後 那目前模擬的結果 預報結果其實還是有點低估 那我們認為說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 美國那個 全球模式的預報結果 的氣象結果 那因為它解析度太粗了 是0.25度 就大概25公里解析度一個 所以風速也過大 然後有還蠻多問題的 所以預報還不是很好 那但是在預報之前 這些分析來講 因為有台灣很多的氣象資料 所以這時候 一般分析結果 會比較接近一點點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5月22號 大概是抖六 觀測相對高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模擬值其實也還好 我們看5月22號 那另外一個 5月24號 模擬跟觀測低的時候 那在這邊 我們又把這些 所謂的軌跡圖把它走出來 那5月22號是 就是在觀測跟模擬 有的最高的時候 所以對抖六戰去講 其實今天是吹北風的 從北風這樣吹下來 就剛剛講到的 邪惡電廠啦 台北市啦 或者是這些的 中油煉油廠等等一些影響過來 那台東電廠 那台東市的 台東工業區等等 一直拉下來到抖六影響 那大概是 20號影響最大的一些軌跡線 和貢獻濃度 大概畫在上面 那剛剛談到 24號是相對低的 所以第一可以看到 今天是吹南風 吹南風 吹南風的時候 一般來講 就 烏糧量比較小 所以抖六那天空氣是最好的 那可能有點像 加上它是這樣拋上來 所以這邊其實沒有什麼污染源 所以相對等流就不錯 所以這個系統大家就可以來看 那另外我們這邊還提供了 比如說工廠的一個煙流 所以大家可以敲到這邊來 有一些工廠系統 所以對剛剛講的前45家工廠 看你對哪一家有興趣 你都可以敲一下 比如說我們敲一下六輕好了 那這六輕就是 26號就是大概是昨天的一個分析結果 昨天的分析結果 這一天 所以昨天的那個 六輕影響的話 就是 就是有點 就是可能 它有吹北風 也有吹南風 因為它是 有時候 因為六輕的煙流 或者是這一點在台灣 其實有時候是很慢 所以它的煙流可能在台灣 會停留一個三天四天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吹北 昨天應該吹北風 所以煙流是往下 但是更早以前可能吹南風 所以更早的煙流是這樣上來的 所以昨天整個 六輕的這些煙流來講的話 就是說 在三天之前殘餘的煙流 可能影響到北部 但是昨天煙流 基本上是往南吹 就是昨天的影響 那大家影響最大可能是在 這應該是在 抖六這一帶 影響到五維克的地方 所以五維克剛半島 如果年均值標有十五的話 其實也是很大的分量 對 那模式裡面用 Anset的氣象資料 預報的話 未來三天 它的影響 情況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系統 其實讓大家 大概有一個參考的基礎 畢竟是有一點點的 小科學在背後 對 所以 就是說想自己提供一個 一個framework 讓公民來使用 那當然 這個系統 大家在用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對 那我可能稍微再 稍微談一下一個問題 比如說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我想 大家大概也知道說 台灣這幾年的frame 2.5的變化 對 那台灣frame 2.5 就是在1960代其實很乾淨的 大概是在2004到 2004、2007左右 大概是台灣最髒的時候 對,差不多在十年前 那這是2007到2009的一個全台灣的分布圖 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最髒的地方 其實是高高頻 也是最髒的地方 那因為跟它一樣髒的話 就是在 斗六嘉義寺這一帶 那第三張應該就台中市 那台北相對是比較好一點 那東部也不錯 那這個資料我們是把環保署的 自動的側站 把它還原成原來自動的情況 因為後來在二零 在四年前環保署開始做一些自動手動的校正 對,所以我們不太喜歡 因為你要比較早一些資料的時候 那後面四年如果有做這些塵上合系 就前面沒有那個面貌比較 所以我們就還原成原始沒有做自動手動校正的情況 所以比較起來就有些基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還滿有趣的就是說 就是說在後面這三年的話 那在雲嘉南這邊整個濃度降得非常多 那甚至高雄也降 那到最近的三年的話 不只雲嘉南降 連高雄市本身又降得非常多 那比較唯一沒有明顯下降的就是台中市 所以現在從去年 去年開始那個 OK 那個 我想大家看到窮領之下很關鍵 騙二零的問題 雖然我們發現台中市 海南全團空氣最糟糕的地方 那其實不是 台中市以前不是最糟糕的地方 但是大概從三年前四年前開始 幾乎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那當然主要是高雄這邊改善了很多 那如果我們認為說改善的原因 這一段到這一段的改善應該跟六星 它的燃燒塔導入正常使用有關係 那後來高雄這邊改善很多 應該跟整個大零電廠在2010年關閉 那又我們知道中鋼 這幾年檢查非常多應該有關係 但是這個片荷領的分布 跟癌症的分布是不一樣的 所以呼吸道使用的分布不一樣 剛剛都大概最高的地方都比較判到三線 但是我們發現癌症增加最多的地方 常常是海線 甚至宜蘭本身 大家覺得宜蘭空氣很好 其實很毒 也就是它癌症特別的高 那主要就是PF2.5裡面的成分 裡面很多重金屬、大耀辛 那這些大概都跟藍沒有關係 所以海邊這邊PF2.5也許毒 但重金屬很高 那三線這邊的話大部分硫酸、硝酸、氨 所以它相對於沒有那麼毒 所以真正我們要管制的對象 其實是原生性裡面的重金屬的大耀辛 我想這個是應該在下一步 我們要去注意的方向 那最後我稍微講一點就是 模式的誤差 因為大家在用的時候可能要小心一點 就是在模擬結果其實有滿多的這些誤差 那所以大家用的時候小心一點 跳過去 那首先就是在我想大家大概都聽到說 我的模式跟目前環保署已用的 國外CMACWARF的模式 常常大家討論污染的表現不一樣 那這個是我的模式跟環保署常用的 CMACWARF模式的比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PF2.5 有小於三屬的其實大家的 這是觀測圖 這是我的模式 這是環保署用的模式 其實差不了多少 但是到濃度到達三屬到七屬的時候 那觀測在這邊有一些高值 我的模式沒有很好 但是這個環保署使用的模式 在埔裡都是很低的情況 那但是大家高雄的模擬結果都非常好 但是到達超過七屬指爆的情況 觀測常在原價會很高的指爆 我的模式其實有點低估指爆 但是還是有抓到 但是環保署使用的模式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些原價高是抓不到 那主要就是它都是很多的 就是說我們認為說環保署使用CMACWARF 就是WARF的模擬系統 它本身的風數 海風跟山口風太弱了 所以它的污染根本是不去土裡 或者旁邊的這些地方 所以造成這麼多的誤差 那當然有些問題是排放量的問題 譬如說大家可能也知道說 我的模擬結果的話 那就是說之前我乘上一個係數 6000我乘上一個18倍的係數 那當然這個東西被很多人批評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在6000的排放量來看的話 那剛剛也看到我的模擬結果其實還不錯 但是環保署使用的模式其實模擬不出來 那中間就是到底6000有沒有短暴 那當然這是去年11月的新聞 那環保局大概抓到6000 它設備有些異常錯誤 也是異常錯誤 那後來大概跟環保局要一下資料 那環保局說如果是用6000誠實證報的資料排放量 譬如說這個煙刀是488噸 但是它用細數反算的話是1萬千噸 所以中間大概差了15倍 那當然另外的誤差可能是目前在 我們模擬系統裡面少了很多傳播的污染 就是傳播污染來講的話 目前比較新的資料 都預估一年二氧化 都配到3萬一噸 那其他就是一些異栽的污染 目前沒有包含住 對所以我只讓大家知道 就是用一些模擬系統 其實背後都蠻多的假設跟可能誤差 那請大家稍微注意一點點 好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莊秉潔老師 給我們就是 給我們看到他最新的這個研究跟模擬 然後我想這個部分 也整合了相當多的那個 就是說不同的這個資訊 然後現在他也一直嘗試 就是要把這樣子一個災例化的這個了解 然後就是讓更多社會的大眾可以去使用 好那我們接下來請到的是 那是環境感測器網路